让我再次发现你伤地 我会去台北 因为台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唯一一个地方我到现在 自己一个敢去的就是台北 很多东西都很清晰 很像香港 很安全 人们很nice 第一个地方当然是台湾的便利店 我一定会选择全家的饭团 因为它的味道刚刚好 还有我会喝纯水喝 虽然我知道你会说香港也有1元 但香港真的很贵 台湾是6-7元 香港要20元 整天都被人买了 第二个就是一间旅酒吧 叫做Abarso 但它是一间很不aggressive的酒吧 他们会带女性朋友一起来聊天 其实是比较聊天性的比较多 比较要结识另外一半的气氛 我达到它 我真的感受到是这样的 很搞笑 这个blog的主题是 肉食指妹们别去 好同学 推荐台北基巴 这篇不是我写的 然后第三间 就是这间文具店 叫做Tools to Live By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钉书机真的不得了 现在不需要带一个这么小的笔盒 你就可以拿一个 帮我来 我自己说的 收拐 拿了这么帮的钉书机 出隔一间之后 你不觉得很开心 叉载我还没找到它的cutter 如果连刀片都是眼黑的 我不是吃了它 我会觉得很开心 第四就是 松山文创业区 它是一间类似成品的地方 它有些现成的产品 但那间主要是做一些手撞 它是有自己自家製的皮革 然后有学烤玻璃 你只要报名和付钱 你就可以烤玻璃瓶出来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哇 哇